这时候我们讲有关角动量的相加 我们讲了两种吧 这是自选跟自选 然后自选跟轨道 我们现在讲轨道跟轨道的相加 OK好 那这是三个分量嘛 那么还是一样 我们要找那个commitation relation 就commitation 那这是 那这是等于 你们告诉我答案好不好 一样 那另外两个里面自己添上去就好了 那这三个commitation relation 我们再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三组commitation relation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量子的话 告诉我们就说 Z平方的 eigenvalue是什么样 Z上那些 Z这个 eigenvalue呢 对 然后M等于多少 告诉我们就说 那这我们已经证明 以前都证明过 而且讲过很多次了 那首先我们可以知道的 就是说M 因为Z 是等于这两个角动量相加 所以它的 eigenvalue 我们可以想象中 M应该等于多少 M1跟M2 这两个角动量 它破坏是我们有这些组合 E LM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角动量 L1 M2 对 L1 M1 这是第二个 它是L2 M2 那有这些组合 那我们现在要找怎么样 找Z平方跟Z平方跟Z平方的 eigenvalue 共同的 eigenvalue 那我们有一个特定的顺序 可以找 其实我们在 我们前面在讲这两个时候 讲这两个时候已经用到 那底下我给你们写一个表 你照这个表去找到这些 我以L1是等于1 L2是等于2做例子 那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得到 我们怎么样把所有的 那个Z平方跟Z 跟Z 它的 eigenvalue 它组合 我们可以写出来 我这边画一个表 我们先来看看 总共有几个状态 我们知道L1等于1 有几个状态 对三个 这有几个状态 五个 所以总共总共是多少 总共是15个状态 那我们从那个 我们画一个表 我们从最大的开始 这最大的组合开始 我们知道 M是等于这两个加起来 M是两个加起来 最大的M是 最大的M是多少 这是1 这是2 所以是3 最大是3 那3是怎么组合的 我就写3了 M1跟M2怎么组合 1加2 对 只有一种 1 2 那对应的破坏数该怎么写 Y Y多少 1 1 2 2 2 这破坏数 对不对 再过来 最小值 其实你可以知道 最小值是多少 4 3 对不对 那这是 对不对 OK 那么看中间 3过来 2 2 2有几种组合 1 1还有 0 2 那这边有几个 1 1 1 2 还有呢 1 0 也是两种 也是两种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好 就往下排了 这从最大值一直往下排 然后1 然后0 负1 负2 负3 这样会 你照这个顺序排 从正3 这最大的到最小的 那换一个 换一个 那个 从321 按着什么样 差1 往下排 OK 那我们来看 这有什么组合 对 10 再过来呢 0 1 2 负1 2 负1 2 OK 好 那这边你们照 你们照 按照 按照这个顺序 把它写下去 OK 好 那这 我想你们一出对对 我就不用操 你们一出对对了 那我们还是 我们来决定接好了 这个接 这个接应该很容易 多少 因为M是什么 等于G嘛 最大的M要等于什么 最大的M等于G嘛 所以这接等于多少 你等于3 好 这边也是接等于3 这个呢 有几种可能 我们不要忘了 这边是有两种组合嘛 这两种组合可以组成几个状态 这边不是有两个吗 可以组合几个状态 可以组合两个状态啊 M是已经特定了 两个状态 Z一定是 Z有时候Z只有两个 这边Z可以拿两个 3跟2啊 OK 好 然后再过来 这边有三个状态 M是定的 Z可以有几个 Z有三个 这边不是三个吗 Z有三个 哪三个 对 3 2 1 给分了没有 然后再过来 这边会有几个 我们来看这个组合啦 会有几个 这边有三个嘛 这边有几个 1 付1 然后再过来呢 两个抵消掉了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 零 零 然后再过来 付1 多少 付1 再过来多少 有没有呢 就这样子而已 对 所以我几个状态 有三个 三个 然后这里是321 那这跟这个对称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没有J等于零的 我这边是123 123 2323 对不对 没有J等于零 为什么没有J等于零 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没有包括没有包括J等于零 有没有看出规则出来 我告诉你们有个规则哈 啊 J的范围还是这样子 L1加上L2 J的最大值是L1加上L2 最小值是什么样 两个L的差 那么现在最小值是L2是2嘛 对不对 L1是1 所以这差点多少 所以J 所以只有123而已 OK 那我们等一下来算一算状态 对不对 我们再看哈 J等于3有几个状态 有啊 从负3 负3负2 负1 0 对不对哈 123 有七个嘛 这是M Z等于2呢 有几个 负2负1 0 1 2 5个 然后Z等于1有几个 1 0 负1 总共几个 这边七个 这边三个 这边五个 所以总共几个 15个啊 15个在这里啊 这样可以了吗 OK 你们把这个规则记下来了 这里是什么 啊 就总角动量啊 它的 它的J平方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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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平方的 I跟V有 I跟V有 是J乘上 Z加1 H2 平方就是这个J啊 OK 对 然后 JJ 好 就总角 就两个角动量 相加的 总角动量 好 那这些状态啊 这个只有这两种可能啊 那这边不就两个状态吗 一个是J等于3 M等于2的 这是J等于2 M等于 这是J等于2 M等于2的 然后它这两个状态呢 是怎么样 这是这两个的组合 就变成是α 从上β 这样会的吗 好 那你由α跟β来组合成这两个状态 那这边有三个状态 有这三个状态 α Y 1 然后 Y 20 加上β Y 10 Y21 对吗 这边有三个状态 所以有三个组合 有三个系数 对了吗 这边有三个系数 然后组合从这三个状态 这一样 这三个组合从这三个状态 这边有三个 那这个你们可以自己 你们自己添上去好了 对 那老师那所以说 M等于2的时候 没有办法由 某个两个状态 组合成 J等于1 对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组合从 J等于1 对 只有两个状态 你可以这样想嘛 这边三三 对不对 三三在这里 三三在这里 再过来是什么 这边是2 2的话 2有几 2的 这边没有啊 这边有2啊 对不对 这边没有2嘛 对 所以这边 这边不会有J等于1的啊 因为J永远要带M 有没有 这J永远要带M嘛 对不对 所以 如果M等于2的话 J不可能 不可能是1啦 对 底下这边全写的一样 那一般的这个函数 可以有一个公式 是这样的公式 我把这个公式写下来 你们把这四字写下来 这个系数 这系数有个名称 这个系数 叫做Clips-Golden 那个系数 有时候也有叫Wegner 这个系数是可以查表的 这个系数可以查表的 底下我用 要找这个系数 我等一下 我用一个 用一个例子的 我们来找 看怎么样得到这个系数 这个系数就决定这些 这展开是α跟β 这α跟β 这边αββγ 对不对 就由这个系数来定的 那底下我举个例子 我们看怎么样 去得到这个系数 这是可以查表 你如果不晓得这个表的话 用底下方法 也可以找得到 我先底下举这个例子 L等于1 L等于2 然后我们要找这个 我们现在找这个 找这个要把这个α跟β找出来 这样可以了吗 那我们来找看看 我们在那边找看看 我们算这个α跟β 我们把它找出来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要是接数等多少 我们就作用到这个 z平方 ok好 那z平方还记得我们怎么写的 z平方跟这个关系怎么写的 啊 我在 你们这边这个操了没有 多操了没有 我要写 我要插掉了 ok z平方 l1 l1 ok ok 这我们倒过好几次了 ok 然后我们用这个公式带到这边来 所以我就这样写了 1乘上1加1 1乘上1加1 哪一项 这一项 这其中一项 ok 有没有问题 好 这里把z平方带进来 这用到这两个函数上走 都操了没有 然后现在把它整理一下 就得到这 我把那个答案写出来 让你们再校对一下看 我们就得到z是多少 z是3跟2 这是我这个答案 这3跟2 这样会知道怎么 这3个知道怎么得到的 ok 先用这个组合 用这个组合对不对 然后用z平方 用z平方 你就可以得到z 所以z有两个 一个z是3 一个z是2 你们先把它抄下 然后我再重新 重新帮你们 重新那个 把那个流程 我再讲一下 都抄好没有 好了 我再把那个流程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你们列这个表 你们列这个表 从最大值 最大的f 这是最大的 从最大值 然后这是最小值的 你可以从最大值往下做 这是最大值 对不对 那你先把这个组合找出来 这组合1跟2 对不对 所以这只有一个 这1是这边1 这1是这个1 这2是这个2 这个2是这个2 这样会吗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1在这里 所以这边都是1的 1 这边是1的 然后 这是m的 1m 然后 1在这1 0是这个 这个0 2是这个2 把这个组合找出来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就利用 利用这个z平方 z平方 再用到这个组合 就是这个组合 这些平方 再用到这个组合 你不是讲 不会得到这些 这样 你用那个 弱点我不会跟堆点我不会停 得到这个关系 然后从这里 那这个1等于多少 等于z乘上接下1的h bar平方 你就从这边可以解除接出来 这样会了吗 可以解除接出来 那直接解除以后 再带回去 掉到这个式子就可以得到 把α跟β找出来 那我就直接把答案写出来 z等于3的解 这样会了没有 你把那个z z带到这边来 掉到这两个式子 把z带到这两个式子 就可以把β解成α 然后再规移化 就可以αβ解出来 那这出来结果 我再写在左边 这两个系数 这个系数呢 就是我刚刚写给你们 叫Kervis-Volden的coefficient 我把他写在这边了 你们这边都插了没有 C32 421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系数 叫Kervis-Golden 这个系数可以解出来 但这已经怎么样 这也有一个表可以查 这也有表可以查 那你们如果没有表的话 就可以自己算 知道这什么来的 我把它刮刮一下 你们知道这系数怎么来的 那这些是叫做Kervis-Volden的coefficient 那你们如果这表查不到的话 你可以照我刚刚那个给你们的方法 把这个系数找出来 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如果给你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题目你会不会做 唯一要用到只有这一个 唯一要用到只有这个公式而已 Z平方 L1平方 加上2 这个很容易记 然后加上怎么样 1 2 对然后加上2 就这个公式 只要用到这个公式而已 这样会吗 OK 那这个作用到YLM应该会吧 我都有抄给你们了 就是L plus minus YLM 对 这公式 我已经 你们公式都有了 所以很简单 就是可能比较麻烦 Q比较烦 但应该都可以做了 这个部分 我现在讲的这部分 你们书上没有 你们书上没有 所以你们 但是这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一些 量物的一些 有关角度量相较的一些规则 然后第十章 第十章我就讲到这里了 我已经补充好多了 你的诗上早就结识了 你们的诗上 那个第十章早就结识了 OK 那我下面要 我们休息一下了 那下面我就讲那个 围绕 围绕定理了 怎么样 考到这里 不是考到我讲的 考到书上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我不考 但自选部分我会考 自选部分我会考 因为书上有讲的 我会考 好 那这边书上没有讲 说我不 我让你们做参考了 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 这也是蛮重要的 这是蛮重要 你们要 要自己会